南京寶貴,南京寶貴 我们知道了Kadamba Karana Mahārāja的信有关他身体健康的信件 他给所有奉献者写的信 他告诉大家他的健康的状况 他得了癌症 医生告诉他这是人生最后阶段的旅程的开始 他说Mahārāja Parikshit had seven days warning Parikshit的Mahārāja当时只有七天的活头 但Mahārāja的活头比七天要长 他现在在美国得到Sadhu Sangha 与圣人联谊与 与印度与与苏米的联谊 然后他计划返回伦敦 然后去欧洲 然后他计划返回伦敦 然后去欧洲 然后他计划去Vrindavan Kadamakannamara 代表了修洛科 做了非常美妙的服务 我記得他在瑪雅坡曾經服務過一段時間 那個時候他有妻子 以前的妻子 不叫前妻 以前他有妻子 後來他決定從 Jayadrita Swami那裡接受啟迪 在拋花之後 他在加入貴神之學之前 他是一位音樂家 彈吉他 彈樂器 彈的老好 他來瑪雅坡成為瑪雅坡的一個管理者和領導 然後之後他不等於移居到了本島 然後在瑪雅坡成為瑪雅坡的廟 單任廟 然後他買了一堆土地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文大門有很多叫土偉 黑社會 文大門有不少黑社會老大 他們其中有一些來射殺他們 他們鎖了他 他去廁所 晚上六點鐘的時候 就是在早晨六點鐘 馬拉里準備去廁所的時候 這個時候遭到了射殺 那個時候他還沒有當沙雅坡呢 所以他感到很慎盡 他感到很慎盡 the bodhis were very worried what to do but he was saying Don't take me out of Vrindavan 所以封建者不知道怎麼做 他說不要把我帶離文大門 yeah he said if I'm going to leave the body let me leave the body in Vrindavan 如果讓我離開區底的話 就讓我在文大門離開區底 算了 the bodhis were thinking maybe we should take him to Delhi because Delhi will be better medical treatment 那個 封建者以為把他帶到德里 可能會好一點 在那裡會得到更好的治療 他說不要不要了 不要我離開文大門 所以就看出來他在虧盛之覺中的堅定信息 所以幸運地他被射殺之後 他很快就恢復了全獄 但後來經過被射殺之後 他很快就恢復了全獄 但這個子彈留在身體裡 可能長時間會有一些感染 所以有一段時間他為身體的狀況在苦苦地增長 現在他的人生的最後的日子 最後的時光了 他剛剛度過他的六十九歲的生日 他當然不是年輕人了 他當然不是年輕人了 他準備離開這個世界了 他準備離開這個世界了 所以你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當然我們的未來有個美好的未來 將來 將來 我們有美好的未來 因為他做了那麼多好的服務 因為他做了那麼多好的服務 他這一生很好的服務的虧掌 下一生去另外一個地方繼續服務 如果 Krishna想讓他回歸守神的話 就把他帶回守神 如果 Krishna想讓他回歸守神的話 就把他帶回守神 如果 Krishna想讓他到另一個物質存在那裡去傳播的話 也把他帶到那個地方 在今天中有這麼一句話 一個完全自願成功的奉陷者 他根本就不在乎去往何方 無論去天堂和地獄 或者是解脫 A devotee of Krishna sees everywhere the same 虧掌的奉陷者是這些地方都是一樣的地方 無論他去哪兒他都服務 Krishna 沒有 Krishna 天堂也是地獄 有 Krishna 地獄也是天堂 A devotee like Kadambakanta and Swami Maharaj he's always taking Krishna consciousness with them 所以他像 Kadambakanta and Maharaj 這樣的奉陷者 他總是想著 Krishna 合著在一起 And these wonderful kirtans are very appealing and bring many many devotees 他領著那個 kirtan 老美了 他帶來很多的奉陷者 Maharaj actually comes from Poland 誰知道Maharaj來自於荷蘭 So Amsterdam Rotterdam And these places And he spent a lot he would go also to Radadez in Belgium 他也去比利時的 Radadez And they would have a lot of kirtan millers there 在那裡舉行了很多的 kirtan miller 全歐洲的奉陷者 蜂拥而至 And they would all enjoy They'd relish the kirtan 他們都加入了這個甜美的 kirtan之中 And Maharaj was a very surrendered devotee And they said he's a disciple of his holiness Jaya Dweta Swami He took initiation from Jaya Dweta And he still took retreat So when Jaya Dweta Swami gave him initiation Jaya Dweta Swami says What I am not going to initiate anymore And when Jabhat Ramaji continued So I don't want to initiate anymore And He said You don't want Kadamba Karm다가 Swami to initiate Ietta Swami verklOUGH加 algo You also want Kadaba Karmameda Raj地 只要靈領導師還在星球上的話,一般來說,門徒是不允許接受祈禮的。 領導師離開這個世界,還在的時候,門徒是不允許祈禮的。 是不允許給別人祈禮的。 領導師還在,你的孤誦在,你不能給別人祈禮。 這個門徒, yes. 就像拔帕還在的時候,一個門徒,一個人祈禮。 拔帕還說,這個不是禮儀,你不能這麼做。 拔帕還說,你還沒準備好,你還沒資格給別人祈禮。 當然,拔帕離世之後,門徒就開始給祈禮了。 當然了,就像那個拔帕,他們說,這樣做不對,不應該這麼做。 沒有人有資格給別人。 但是拔帕還想讓。 拔帕還想讓,拔帕還希望師徒傳訊能夠延續下去。 在歐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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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巴。 歐巴的歐巴在歐巴的歐巴的歐巴都是歐巴的歐巴的歐巴通過歐巴的歐巴。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传续中断,知识被失杀了,所以Krishna还得重建师徒传续。 有的时候,最近有人问我,师徒传续的其他的名字。 他们问, where are they in the disciplic succession? 师徒传续在什么地方? 在佛家坊中提到师徒传续的这些从哪来的名字? 刚开始在第一世纪谈到了太阳神,然后谈到了曼努,谈到了XVAKU。 后来师徒传续就终断了,就结束了。 我们的师徒传续来自于太阳神,百万百万年之前了。 但是这个传续的传续来自一组传续的传续, 我们的传续来自一组传续。 那么我们这个传续来自一组传续。 圣上之后,Brahman提提了Narda. Narda也是他的儿子。 然后Narda也是Viyasa的Govern. Brahma是从祖魁上那里得到知识。 有人问,那Arjuna在哪里? 在传奇中,Arjuna的名字咋没看到呢? 我们知道,Kristana通过教导Arjuna的知识来重建师徒传奇。 但我们要明白,Arjuna只是一个学生。 他没有成为老师,只是一个学生。 而这个师徒传奇的名单都指的是老师。 Arjuna只是学生,不是老师。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Arjuna给人起提过。 但是,Vyasa听到了Kristana讲伯家梵歌。 Vyasa把伯家梵歌写进了Mahabharata之中。 所以,Vyasa肯定听过伯家梵歌。 所以,Vyasa,他是Narjuna的门徒夫。 但同时他也听到了Kristana讲伯家梵歌。 所以,Vyasa的祝福之下,Vyasa写了伯家梵歌。 从Vyasa的下一位就是Mahabharata。 所以,Vyasa和Mahabharata之间的距离还是挺大。 在Vyasa的年代,Vyasa就在。 这是五千多年前的事。 是卡丽年代开始的时候。 当Vyasa离开这个世界后,卡丽年代就开始了。 只要Vyasa还在这个星球,卡丽年代就起不了作用。 Kristana一离开,卡丽年代就来了。 而Mahabharata 显现于世是八百多年前的事。 所以,Vyasa和Mahabharata之间,至少是四千多年的时间。 但我们说,Vyasa的在卡丽年代开始后,就退休了,去喜马拉雅山了。 他现在还住在喜马拉雅山了。 Mahabharata,当他在祈祷,他经常被拒问, 他经常被拒问,他在传教,遇到挑战, 他不知道如何恰当地去应对。 他说,您的教导和别的教导,咋不一样呢? 因为别人深受Sankaracharya哲学的影响。 Sankaracharya传播的是Dvaita哲学。 Advaita哲学。 Everything is one. Monism. Monism. 人生的使命就是融入至尊之中。 但是,Mahabharata is a Vaishnava. And he's preaching, it's not one, it's two. 他传道的是,不是一,是两个,二。 Buddha is teaching,零。 佛祖传播的是零,这是空。 而Sankaracharya传播的是零,是一。 And then,Mahabharata is saying, it's not e, it's two. Mahabharata is saying, it's not e, it's two. Mahabharata is saying, it's not e, it's two and two. So, the Vaishnava philosophy says, There's the supreme law and there's the devotee. And so, Madhavacharya went to Himalayas to go and find Vyasadev. So, Madhavacharya went to Himalayas to go and find Vyasadev. And he was able, because he was very pure and very powerful, he could go into Himalayas and he was able to be carried to the place where Vyasadev was. So, Madhavacharya,又纯粹又有力量, 所以他能够找到Vyasadev的居所. There's some special regions in the Himalayas. 在喜马拉雅山有个特殊的区域. And you can only go there if you have very special powers. 你要去那,你得有特殊的力量才能到達那裡. So, Madhavacharya, he had a servant with him, going with him in the Himalayas. 他曾经带了一个仆人去佛亚山上。 But at one point, Madhavacharya got carried away, the serpent got left behind. This is , 是一个天堂的区域 在喜马拉雅山有一个天堂的区域 一般我们去喜马拉雅山 哎呀冷死了 冷死了 你要去那个天堂的区域 不是冷了 老爽了 凉快 美极了 美阿萨山我就呆在美极的那个地方 它是一个天堂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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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研究的话 那个霸坛第五篇的话 你会发现那个梅鲁山啊 有不同的区域 但不是天堂 是布曼德拉 但不是天堂 是布曼德拉 아니면大家白您才孩孩儿的区域 职名的区域 merk认透呢 望挚工是 糟糕的区域 是平时涎阳 并不能这样 遇到東北 其他人在日本 中國 印度 北 日本 人都知道 他們去不了 有的船飞机到那儿就消失了 有的船飞机路过那个客室区的时候就消失了 不知道是失事啊 什么都没了 所以这就是叫Bermuda Triangle 柏木达三角 柏木达金三角 柏木达三角 那个地方 柏木达金三角 那个地方 柏木达金三角 那个地方 柏木达金三角 柏木达金三角 柏木达金五 柏木达金三角 他就有这个能力到达那个区域 然后他找到维亚萨迪伯告诉他 想象的觉觉这个教导是什么 然后维亚萨迪伯听了他说的都说 非常好你说的这个很不错 然后维亚萨迪伯接受了 然后维亚萨迪接受了 马达伯伯做他的门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司徒传系 从维亚萨到马达伯 看他们之间的时间 这个距离比较长 但不管怎么到 从马达伯伯开始 司徒传系没中断继续延续下去 然后主采坦尼亚就在这个传系中接受了奇迷了 尤其是封印 尤其是那个马达伯伯伯伯 因为这个马达伯伯伯就带给这种对神守神的超然难 而彩採尼亚妈拍过来给人们带来的 Food and spoke to the Lord 每个卡丽年代都有上天传奇遗予。 而只有在Brahma的一天当中,只有那一次自尊人的守成,以马法师平常来做上天传奇遗予。 而其他的卡丽年代就不是自尊与原格守成,而是他的化身。 有些人不明白这一点。 他们认为Krsna不就是Vishnu的化身吗? 实际上,五千年以前来的那个Krsna,他可不是什么化身。 而Vishnu是他的化身,Krsna不是Vishnu化身。 不错。 那是一个重要词从Sriman Bhagavata。 波加马太很重要的诗节。 那是叫Paribhasha Sutra。 它是像帝王。 帝王。 他可能是所有世界的王冠,古国王,帝王。 But Krishna is not just simply Avatar. He is Swayam Bhagavata。 Krsna不是那些经理的化身。 他是Swayam Bhagavata。 He is the original personality. 他是原初的自尊人格守成。 而从他那里,Vishnu就出来了。 But he only comes one day and one time in one day of Brahma. 但是他愧上只在Brahma的一天来那么一次。 而在Brahma的一天中有四个年代的一千个循环。 而自尊人格守人的一千个循环就来那么一次。 这是五千年前的那位。 500年前, Bhagavan Shri Krishna came as Chaitanya Mahapri. 所以五百年前,同一位仁格守人, 所以Bhagavan Swayam Khusam, 以Chaitanya Mahapri的形象又来了一次。 And he came to teach everyone how to develop this Baba Bhakti. 他教人们如何发展 Baba Bhakti. 所以这就是为什麽如画菩萨米称赞主才在讲。 你是最有化身中最仁慈的化得人。 因为你刺激的是以前所有的化成都没有刺激的东西。 因为你刺激的是Krishna Prima, 就是Krishna 纯粹的爱。 所以说, 所以王 Chaitanya came to teach everyone the power of this, the people of Vrindavan, how they have so much love for Krishna. 才跟那样教导每个人的是Vrindavan的这种爱。 爱的力量。 You want to get Krishna Prima or Baba Bhakti, you have to follow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residents of Vrindavan. 如果你想发展这个窥上纯粹的爱, Bhava Bhakti的话, 你应该追随Vrindavan居民的步伐。 You should live in the mood of Vrindavan. 你要有这种基督在Vrindavan的那种心态。 Best is to go and live in Vrindavan. 最好去住在Vrindavan, and if you cannot live in Vrindavan, then you have to live in the mood of Vrindavan. 那你住在Vrindavan还不够, 你得有Vrindavan的心态才行。 And you have to constantly chant the holy name. And you have to constantly absorb the mind and remember it. 你要时常地把你的心意思想专注在这上面。 所以彼得亚马哈佛来教每个人如何做。 所以彼得亚马哈佛来教每个人如何做。 5000年前,Krishna说, Surrender to me. 5000年前,Krishna说, 向我自愿臣服。 他就给了命令, 但是他没告诉我们怎么臣服, 没告诉我们怎么做。 所以500年前,Krishna又来了一汉, 然后向我们展示如何的臣服。 如何唱出证明。 如何在爱神中狂喜极乐。 当然了,这是亏审知觉比较进步的结果。 我们不能模仿。 但是我们可以逐渐地达到这种纯粹的爱的结果。 Prabhu Bhatt has given us, He said, I've given you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我已经给了你们一切所需要的东西。 我全给你们了。 He said, Everything is in my books. 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书里。 We just have to read the books. 只是读就行了。 。 It's all there. In Chaitanya Charita Amrita, Srimad Bhagavatam. 永恒 采采明亚经, 佛家法谈。 Sometimes people say, Oh, Prabhu Bhatt's books, No, They're not enough. 有人会说, Oh, Prabhu Bhatt's books, No, They're not enough. Then, Do you think, Shirwavy Asad it didn't write enough? Shirwavy Asad it, He wrote, Srimad Bhagavatam. Prabhu Bhatt is that, Prabhu Bhatt is translating, Srimad Bhagavatam, And he's giving us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charyas. And Prabhu Bhatt is translating, Chaitanya Charita Amrita for us. 帕瓦帕为我们发业了永恒的采战亚经 采战亚经 它们都来自这些大伙伴们 从百分之千年前的那些 那些缺德王说 帕瓦帕没有给我们那么多东西 缺德 在这个年代人们怀疑是很容易的 即使阿juna也困惑重重 当然了 阿juna人家称佛KRISNA 他称KRISNA为 MADU SUDDANA MADU是恶魔 就像KRISNA杀了恶魔MADU KRISNA你杀死我心中的疑问 MADU的恶魔吧 所以我们要杀死我们心中的疑惑 大家要小心从谁那里聆听 有的人特狡猾 特耍花招 而他呈现的东西 看听起来老好了 很漂亮 他们特别精道 就像从帕瓦那里挑毛病 批评帕瓦帕 这基础 Ram hacham 被译为 Madiadavatar 化身 他是一种礼仪方面的化身 他教授人们如何遵守礼仪 他是这个完美的行为举止的典范 非常供順 對他的父親特別供順 他告訴他們 一刻要你成為國王 第二天告訴他們 別當國王了 去森林待十勝年吧 好的 好的,父親,你要幹啥,我幹啥 這就是完美的行為舉手 而且他只接受一個妻子 在那個年代國王可以娶很多的妻子 他的父親就有三個妻子 但是蘭馬上講就娶了一個 埃卡帕尼瓦拉 埃卡帕尼瓦拉 發誓只娶一個老婆的誓言 although he's the king Whenever he will do the yagya he has his wife there in the deity form 无论国王身为国王要做祭祀的 国王一做祭祀旁边必须有妻子 所以他就把妻子的神像放在了他的身边 你们知道主Brahma做过祭祀吗 然后他就等他媳妇来一起做祭祀 他的妻子的名字叫Saraswati 但他的妻子迟到了 还没来呢 然后那个妻子说 哎呀 吉祥时间到了 赶紧啊 我们得赶紧坐啊 不要等了 把妻子说 我马上就来了 等一会儿 我要来了 我马上来 哎呀 等一等啊 我马上到 and she didn't come 但还没来 And the Brahman said they have to do it now Brahma一提 不行 现在这里坐了 吉祥时间到了 So there's this other girl take her for a wife 旁边有个姑娘 哎 你先当我妻子算了 你先当我妻子算了 坐我妻子就位上了 So that's what happened 这就是发生的事 They took another wife 所以Brahma这时候又娶了另外一个妻子 And then the wife came The first wife came and she was furious And so she cursed And so she cursed She cursed Brahma You will only be worshipped in one place And the girl who became the wife The new wife Her name was Gayatri So she was cursed That your mantra will never be spoken aloud You will never be spoken aloud Your mantra will never be spoken aloud Your mantra will never be spoken aloud Your mantra will never be spoken aloud And so anyway Land Rama only took the one way But But still people criticized 取了一个还招人骂 还有人批评她 取了一个还不说她 His wife was pregnant And at that time he heard people talking about him Because his wife had been taken Actually Ravan had come And he wanted to kidnap Sita 因为那个Ravan来 她企图绑架 Sita So Ravan took away this Sita And Lord Rama had to go and find her And bring her back And when he brought her back After he defeated Ravan Killed Ravan Killed Ravan And took Conquered Lanka Then he got Sita back Killed Ravan And killed Rama Killed Ravan So then they built a big fire And they told Mother Sita You have to go into the fire And then they told Mother Sita You have to go into the fire And then they told Mother Sita You have to prove your chastity 因为伟达教导说妻子必须珍洁 Rama身为一代国王 他的妻子必须是非常纯粹的 完美的珍洁的 而这个Rama把希塔母亲给抓到了兰卡 等这个Rama到兰卡营救她之前 希塔母亲在兰卡待了一段时间 所以主Rama说 你进入火中 证明你的真洁 你说你真洁 进入火中 来看一看你真不真洁 然后希塔母亲进入到火中 然后从火中走出来的是真正的希塔 是被火神带走的那个真正的希塔 而跟Rama找的那个希塔是玛雅希塔 然后这个玛雅希塔进入火中 真正的希塔从火中出来 而因为那个母亲希塔绝不会被那个像Rama这样恶魔所碰触的 但那些刻薄的人 坚酸的人 他永远质疑希塔 所以主Rama身为国王总是想着他的国民在想什么 每天主Rama派间谍出来打听国民在说什么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对Rama有什么看法 然后终于有一次 一个女爸的 有跟他的妻子 她终于发表了他的言论 他的妻子跟另外一个男人走了 然后他的妻子又回来了 他的丈夫对他说道 他的丈夫对他说道 他说道 Lord Rama may take his wife back 主Rama带他的妻子回来 但是我不想让你回来 但是我不想让你回来 Lord Rama may take his wife back 主Rama可以让他的妻子回来 但是我不需要你了 但是我不需要你了 所以这些妻子听了这个 然后他回来 他不喜欢告诉Rama一五一十的故事 他不喜欢告诉Rama一五一十的故事 但是Rama可以一情二十五 这个男的发生不可 所以他说 告诉我 告诉我真相 到底发生什么了 所以 当 Lord Rama heard this 他说 Lakshman You must take Mother Sita to the Ashram of Bhakti 然后主Rama听完以后 对拉斯曼说 拉斯曼把Sita带到 Bamiti的 Ashram 林修所 在那儿 他母亲有孕在身 那个时候 他母亲有孕在身 Lakshman takes Mother Sita gets her ready puts her on the jelly they take her to Bamiti的 Ashram 然后拉斯曼准备了一辆 准备战车 载的Sita母亲带到了 Mamiti的 Ashram And in Bamiti's Ashram She delivered her two children the two twins Love and Kush 在那儿 Sita母亲生了一对状 Love and Kush And then Mother Sita then returning to the air 然后Sita母亲 回到了土地中 She was born from the air 因为她从土里面 生出来了 所以她回归了土里 So people say You see them Oh Rama look how cruel he was I'm so 哎呀 Zu Rama 你那么残酷啊 那么残忍啊 I sent his wife away when she was already pregnant 他的妻子有孕在身 还把他的妻子给发配到 What kind of person is that 这是什么样的人啊 什么人呢 人们批评Zu Rama 即使他是自尊人格守神 也有人骂他 人们并不知道自尊主的逍遥时光 Actually Mother Sita and Laj Rama They're eternal They're always together in the spirit 实际上 Rama和Sita 他们是永恒的朋友 他们在灵性永远在一起 In the spiritual world There is Ayodhya 在灵性世界 有一个地方叫Ayodhya And they're internally together 他们俩永恒地在那里相伴 So they were The past time here in this world was just to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我们太太这个世界 展示消失光 只是增加他们那种分离之情 Because with the separation Then they will come again in union 原本分离之后再相聚 So There is no fault on the part of Lord Rama 所以在Zu Rama的决战中 没有一点错 But ignorant people cannot understand 但是愚昧无资的人理解不了 Just like people don't understand The past times of Lord Krishna 就像人们不明白 Zu Krishna的逍遥时光一样 Oh that Krishna He's just a playboy Oh Krishna Just like people don't understand The past times of Lord Krishna Just like people don't understand The past times of Lord Krishna Just like people don't understand The past times of Lord Krishna Just like people don't understand The past times of Lord Krishna Just like people don't understand Stealing everything So many things he stole He stole the clothes He stole the gold piece He stole木榴姑娘的衣服 He didn't marry them He didn't marry them He married so many other women He married so many other women He married so many other women He did so many bad things He did so many bad things People don't understand People don't understand The past times of Lord Krishna 人们并不知道 The past times of Lord Krishna They become very critical They become very critical They become very critical And many people may even criticize Caitanya Mahapubo They even even criticize Chaitanya Mahapubo He left his young wife And his old mother He left his young wife And his old mother 他去传播会上自觉去了 这都是他的角色 他是最大的仁慈 如果他待在家里 有多少人能获得拯救呢 所以在卡利年代批评人是很常见的事 现在有的人居然也在挑拔帕巴德的毛病 他们看 帕巴德是这么说的 帕巴德是这么做的 他们找了那么多点来批评 所以那些在窥上只有这种不强壮的人 一听这些批评就变得迷惑了 迷惑了呗 尤其在当今年代 有互联网 手机啊 那传的信息 啥啥信息都有 他们对窥上之觉 对定义厌恶的那些说法 都传上去 但是在窥上之觉中 有那么多美好的事 他们不发那些好的事 遵法亏损之中那些所谓的不好的缺点事 全传到了网上的手里 就像一轮明月 美丽角结 但别人会批评 哦 它们会批评 哦 你看啊 有点披霓月亮 月亮有翻脸啦 有小黑点儿 即使泡帕还临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也遇到那些人 泡帕还活的时候 还有人当这个皮囊 他们打到一点 他们不喜欢的事 他们专门护士 贵神之纪中的好事 专门挑贵神之纪中的不好的事 就好比这个苍蝇 专门找脏的地方 我们应该成为蜜蜂 要找蜜 花蜜 不要像苍蝇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想成为蜜蜂 他们想成为苍蝇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从谁那里聆听很重要 就像说圣明干露 但你不能从非奉献人那里听圣明 虽然它是干露 然后它就像牛奶被蛇触碰 那它就毒性辞足了 这牛奶 所以在卡利年代的人们很容易批评 在卡利年代人的品质是啥吗 什么品质是卡利年代人的品质 什么品质是卡利年代人的品质 这些都是不什么麻烦品质 尼亚撒大夫一清二楚 卡利年代人的品质是什么得意的 而且不仅是短寿 卡利年代人的寿命不长 还有那么多不吉祥的品质 所以大家要小心了 我们要自我保护 通过经常戳闭圣明来保护自己 通过师徒传息的教育 通过聆听 从有资格有品质的人那里聆听 所以我们在卡利年代特别的也有幸运 我们知道 奉献者是罕有的灵魂 有那么多受制约的灵魂 有那么多受制约的灵魂 只有非常罕有的奉献者 所以我们大家要善用此生 在人际生命中干着咱们 你这一生你就工作上班 就是为了挣点钱吗 然后弄个小房子 有一两个孩子欺乐融融 花整一生的时间 就是为了上班工作 然后老卖年 年纪老了就退休了 这一生啥也没做 人生的目标到底啥呢 下一生你要去哪呢 我们要让人民知道 人生的使命目标是什么 人生不是为了只是吃睡房费和交费 还有更多的人生目标 从询问开始 探讯 要从探讯来说 我到底从哪来的呢 我要去哪呢 我去往河巴 我如何运用我的美好人生的时光呢 所以这里有佛家瓦坛在指导我们 所以读瓦坛可以得到 这么多人生的这么多的信息 人们愚昧无知 他们并不知道 很多东西啥也都不知道 他们只知道吃睡房费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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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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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吃的也不辣地 睡的也不辣地 吃的也不能那么多 睡的也没那么香 你能吃多少啊 你能睡多久啊 我们这么有限 你看我们的葫芦中 多么可怜啊 可怜稀稀地玩 你那狗熊都比我们睡得好啊 睡得时间长啊 你那狗熊都比我们睡得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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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是优秀的睡眠者 狗熊 你看它是优秀的睡眠者 狗熊 如果你讲人生目标就吃碎的话 那你成为这些动物就算了 但是人体生命 可不是为了这些 人体生命是为了更高的目标目的 所以我们要发展更高的品味 唱诵圣明的品味 阅读国家瓦唐的品味 有那么多好书要读的 有那么多好听的故事要听的 但是我们得发展这个品味才行 我们要学会欣赏和理解 所以亏善知觉就是为了这些目的 才有的 我们在玛雅坡建了这么大的庙 就是吸引全世界 目的就是吸引全世界人来 让他们来看神像的美丽 下个明年的十月份 我们要把主离心坛挪到新庙了 可以了 可以了 那十月份我们还是在这儿了 我们希望 我们可以走 主离心坛从来都不走 他只是搬到新庙了 他只是搬到新庙里 我们希望那一天早日到来 我们有很多的节日要来了 我们有一个大爱卡达西 马拉都来了 你都喜欢我的父亲 大家都喜欢我的大爱卡达西 喜欢吗 尼尔角 尼尔角 不吃不喝 不睡吗 还不可以睡 不睡 不睡 等一宿都过清醒 不许睡觉 那你就会得到更多的人诚 他得到了尼天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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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他得到了尼天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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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因为这个时候天比较热 在齐尔达米跟孟加拉的人喜欢吃这一口 放点香蕉 放点狼狗 浓酥的牛奶 炼乳 炼乳 所以亚古纳的每天举行大餐 然后他却得到了仁慈 他们可以从家里出逃跑 然后去加入竹采派尼哈的军军 这是一个大街 发生的地方叫帕尼哈提 这个地方叫帕尼哈提 在加戈达 向南 离加戈达飞机场不远 在恒河岸边 那也是竹采派尼哈在逍遥时光的地方 竹采派尼哈也经常去 竹采派尼哈的家 Ragava Pandit and his sister Damiyanti were great devotees of Lord Chaitanya Ragava Pandit and his sister Damiyanti were great devotees of Lord Chaitanya 竹采派尼哈提的经常到他们家 Ragava Pandit and Nanda also was there with all of the cowher boys all his friends Ragava Pandit and Nanda 跟所有的牧牛童和朋友 也去他们家 Ragava Pandit and Nanda 有那么多人在一起 Ragava Pandit and Nan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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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个大节日 We can go to Bait Bawajagana 然后给主加盖那的沐浴 You know we don't get the chance to bait the deities very often 我们可不是经常有机会 给神像沐浴的 But this is a big chance 这个是个大好机会 We have to go for the Snyanyatra 所以我们要去参加 Snyanyatra and pay for Jagagana 给主加盖那的沐浴 And then Lord Jagagana Jagagana will not give Darshan 然后募完玉以后 你再也 Darshan不了主加盖那 知道吗 And then They will have Ratiya 后来就有个大人 攀浴的结 So for two weeks Jagagana will be sick 两个星期主加盖那的病了 你也不预估给人 布成病了 两星期 见不到 Just like when you get Covid You know Jagagana will be sick Just like when you get Covid 2星期 在屋里 都出不去 So Jagagana will be sick Jagana will be sick 所以在主加盖那的 你两星期 被你布浴的 傷分 三分感冒 W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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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朗月,打冒了这个会合,你就会这么早,两个星期来,不够。 所以,1st of July, we have Rati Atra. 然后,1st,7月1号,当七月节。 哦,这么快。 所以,它是非常大。 Rati Atra, there's a huge Rati Atra in Kaukada. 在加尔格达,今年加尔格达有庞大的坛生节。 Prabhu Pato Jai Patakaswami, to make Kaukada Rati Atra bigger than the Rati Atra in Guri. 哦,真的。 Pau Pato告诉加尔格达做的坛生节的规模, 要大于加尔格达做的坛生节的规模。 所以,今年加尔格达的坛生节的规模。 加尔格达的坛生节非常的隆重。盛大。 然后,一个星期后。 加尔格达的坛生节持续一个星期。 每天晚上都有大节日,大节目。 然后,派发大量的菩萨达。 然后,很多人来参加这个节日。 然后,我们再回到,回来。 去完那儿,再回来。 拱一下。 所以,我们也有在玛雅坡。 玛雅坡也有坛生节。 就像那样。 在帕巴那个横河那儿。 你大家自己决定,你是去加尔格达还是留在玛雅坡。 参加哪个坛生节。 有很多加尔格达的庙里,比如说,去加尔格达路上也有一个加尔格达。 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举行不同的参加尔格达。 但得到很多抱怨。 加尔格达的庙的那些参加尔格达的庙里,他们开始抱怨。 你们应该在恰当的那个时间,日期,来举行参加尔格达。 so the proper day, means everybody's doing it on the same day. 就是意味着,无论你在谁在那里搞参加尔格,必须在同一天,那一天做参加尔格。 不是分很多天,就在那一天做。 so the big programs going on all over India. 所以在全印度都举着这个盛大的节日。 因为大家要准备好喽。 准备好。 因为大家要准备好喽。 准备好。 很多节日都来了。 OK,any questions? 大家有问题吗? 那个。 那个。 鼠夫迪瑞他不问鼓。 能不能这个节目结束后,在荣耀火山之前,您带领奉献者念一圈。 他不太敢问你,让我问你。 给我抖挡问你一下,可不可以。 最好是抖挡。 最好是抖挡。 抖挡,每个人都得到人称。 抖挡的话,人人都得到人称。 这个更容易。 抖挡。 整个人家不太表现了。 诶,去订阅,我们不知道谁诶,谁没诶。 我不是对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对神经病。 我感到說,我不用你聽的原因,你問你,我應該可以想一下吧。 就是你講的,就是使徒傳系,Meyasa Deva和Mapacharya之間有四千多年的感見。 為什麼有四千年的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有四千年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是Cristian的安排。我們不能說為什麼這樣,為什麼這樣,我們沒法說回答。 我只是仆人,我不是控制者,所以不知道控制者怎麼安排有四千多年,結果不知道。 因為我從來沒聽說過四千年的原因是什麼,我沒聽過。 但是,Baiṣṇava āchāryas,他們一代接一代的來。 What happened after Krishna left the planet? Krishnu離開這個星球,發生了什麼呢? Kali Yuga,因為Kali年代開始影響了。 然後就看到佛祖,佛婆來了。 為什麼佛祖來了呢? 因為佛羅門太腐化墮落了。 因為他們做了很多動物的祭祀。 所以整個氣氛給它弄了亂造造。 然後他們還利用偉大經典來支持他們屠殺肚子。 這些都是偉大經典說的呀,所以我們追隨呀。 所以佛祖來了,終止了,停止了所有的祭祀。 把人民都引離了偉大經。 然後下一位,Sankaracharya來了。 一千兩百年前。 他把偉大經又給帶回來了。 他擊敗了佛教徒。 他的教導是絕對真理不是空和零,是一。 他也帶來了優秀的佛羅門。 佛羅門應該非常純粹和氣絕才行。 然後,Sankaracharya之後,Vaisnavaracharya來了。 Ramanujacharya,Madhavaracharya。 他們開始傳播了Vaisnavaracharya。 第二次傳播了Vaisnavaracharya。 Vaisnavaracharya。 Vaisnavaracharya。 Censat prison, намажу了Vaisnavaracharya。 是的。 好吃。 eksat. 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主 Krishna把超然的舉舉, 先是傳給了ỗ仇丹, 後來傳給了Brahma。 Brahma傳給了Nharada。 然後又傳給了Viasa Deva, 那她是什麼時間? 她是在那場故事也在講給阿珠呢? 這個順序我總也弄得了。 她什麼時候? 她是在傳給Brahma之後才傳給阿珠呢? Brahma! Brahma gets the knowledge from Krish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reation. Brahma從 Krishna那裡得到知識是在創造之初得到的。 天黑BrahmaRdayaDikavayi, the Vedic knowledge was imparted into the heart of Brahma. 偉大的知識被注入到Brahma的心中. 在創造之初就注入了。 Brahma, he has his different sons. Brahma有不同的兒子。 Narada is, of course, one of the sons of Brahma. Narada Muni是其中的一個兒子。 Narada is specifically meant for preaching Bhakti Yoga. Narada被稱為傳播奉害中的。 And the chanting of the holy name. Chan出聖明的,他是傳播的。 So Narada is traveling everywhere. Narada到處旅行。 And we know he has disciples like Dhruva Maharaj. 我們也知道他有像Druva Maharaj那樣的門徒。 So Dhruva Maharaj, he's away in the long time ago, you know, long time before. Now, you know, Druva Maharaj, he was in the Satya Yuga or Trita Yuga, The son of Bhutanapada. So Narada's got a spiritual quality. He's traveling around. So he's around a long time. And he gave the knowledge. And Vyasa, he's the son of Parashara Muni. And Vyasa Dev was Parashara Muni's son. Parashara Muni was also a great sage. Parashara Muni was also a great sage. So Vyasa, he appears. He's around the end of the Trita Yuga, before Kali Yuga began. Vyasa Dev was in the 3rd century century century. He got the job to get the Vedas written down. He's working to get the Vedas written down. Because people have bad memories in the county. So to help them remember everything, Surely Vyasa Dev got everything written down. So Vyasa Dev got everything written down. And there was originally one Veda, And Vyasa Dev divided it into four. And he gave each Veda to one of his four disciples. And then he was writing also like the supplements to the Vedas. 他又寫了一些偉大天的补充的书里. The Puranas. The 往事书. And Mahabharata. But he's not happy. He's not satisfied. 但寫了这么多之后, Vyasa Dev 我不满意. 不高兴. So then Narada Muni came. And then Narada Muni came. Because he's the eternal spaceman. 因爲他是永恒的太空人. And he could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他明白他门徒的处境. So he came and told Vyasa. What'd he done wrong? 如果他来到他门徒,我要在他面前告他, 你做哪个地方做错. So Vyasa. And then Vyasa Dev wrote Srimanb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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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hat's happening before the Kali Yuga beginning. And then Vyasa Dev knows Kali Yuga's coming. And he knows he's going to come. And then Vyasa Dev he know Kali Yuga's coming. And he goes off to Himalai. And after Kali Yuga's over he'll come back. 然後卡利年代一過去,他又從山上下來,還沒下來呢? 是在美阿萨寧寫的文章嗎? 美阿萨寧寫的文章